最好賺也是最應該大賺的一季 股市權威特別為你推出 選錢衝刺班 就是要讓你抱住 政策加持的他 還有第四季會狂飆的他 1號候選人士金剛 股價領先大漲創下歷史新高 2號候選人金剛 投信鎖馬加持之後快馬加鞭趕上 接下來還有 3號4號5號 更多更多的候選人 更多更多檔的標股 讓我帶你卡位 一波又一波的標股行情 搭配333獲利翻倍策略 讓你取物賺到年底 操作不停點來 立即加入LINE官方帳號 atstock888 小老鼠STOCK888 或立即來電2581-9090 各位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準時收看股市權威 今天台北股市受到美國 打算要擴大AI晶片盡力的影響 開低走低 中場是下跌201點 收在16440點 成交量能放大到3484億了 今天的排斥怎麼做 觀察現場邀請到兩位專家 首先是我們成國際投顧的 陳薇良分析師歡迎您 明樂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義群分析師歡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排斥怎麼觀察 我們先來請教魏良老師 千萬向前衝 理財放輕鬆 歡迎跟著股市權威來掌握台股 操盤的重點 首先呢 揮達概念股今天呢 有夠慘的 很多呢 都出現了破底的走勢 但你有沒有發現呢 此時此刻 人正在台灣的 揮達執行長黃仁勳 卻不慌不忙 那究竟呢 揮達要如何因應 美國對中國新一輪的晶片禁令 對於呢 國內相關的AI供應鏈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待會會跟各位進一步的分析 另外呢 時間點來到了高股息ETF 準備要調整成分股的關鍵時刻 其中呢 11 12月分別是00878 0056 那這一波AI股會被替出去的 可能有誰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自救 自保呢 另外呢 聯電跟聯發科 這兩大集團 在第四季呢 看起來是熱鬧滾滾 那麼今天系統因為呢 被分盤處置交易 所以呢 股價重挫 不過資金好像悄悄地移轉到了 其他的聯電 聯發科 相關呢 集團底下的小肩兵低價股 那這裡面你可以來留意誰呢 誰最有呢 明日之星的面向 有機會接棒系統在後面開始狂飆 那麼重要的操作重點 筆記準備好了嗎 都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那首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大盤 雖然呢 大跌 不過成交量其實還滿大的 3484億元 那這也就表示說 其實呢 下沙是有呢 換手取量的機會存在 那整體盤勢來看 今天當然上漲的加速比較少 下跌的加速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呢 當然大家會是比較辛苦的一天 手中的持股應該呢 是跌多漲少 不過我們在這個時間點呢 必須要提醒大家去留意盤面的風險 因為如果你看一下 以今天漲幅超過5%的 這些逆勢強股來看 那總共呢 有15檔 在這15檔漲幅超過5%的公司裡面 我算了一下 屬於呢 不到50元的低價銅板股 總共有12檔 也就是說呢 15檔漲幅超過5%的 逆勢強股裡面 其實絕大多數都是屬於 比較好被烘台的低價銅板股 那低價股大部分 我不能說100%全部 但大部分相對來看 都是業績比較差 或者營運比較艱困的公司 這個大家同意吧 所以表示說 真正的一些好公司 今天大概都是加入了 下跌 補跌 破底 重挫的行列 那盤面的資金去點火 維繫這些人氣的 反倒是一些低價銅板股 那我講的是盤面現象 至於你的操作策略會是什麼呢 大家就可以自行評估 你要加入低價銅板股的 多方陣營還是選擇做必上關 或者是耐心等待好股票 被錯殺之後的絕佳買點 這不同的選擇沒有絕對的對錯 而是在於你的個性 你的策略 哪樣子才能夠幫助自己 好 那另外就大盤的部分來講 我認為雖然最近壞消息比較多 指數也是跌多漲少 連續拉回了好幾天了 可是大致上來看 它其實真的還是在一個 整理的架構當中 那雖然對於多方來說 可能所謂的十月行情 第四季行情 有那麼一點好事多摩的味道 不過多頭有可能會因為 突發的利空消息而遲到 但是它總是不會不到的 所以不管是說我們從 前面十月份一開始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經歷了美國政府 可能要關門的危機 到後來的尾巴衝突 到最近的美國對中國的 新一輪的AI晶片禁令 這些消息其實 當然你在原本是無法事先預測 不過對於行情來說 還是要留意 它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 這麼弱這麼差 好 那講到AI晶片禁令 我們當然要好好聊一聊了 其實這不是美國對中國 實施第一次的出口管制了 應該說這幾年下來 這些大大小小的禁令措施 應該大家也都不陌生 好 那你稍微冷靜一下 我知道你在盤中的時候 看著今天手中的科技股 AI股 你可能很難沉澱情緒 但現在收盤後 我希望大家稍微冷靜一下 你回想一件事情 在過去這幾年 只要美國對中國寄出禁令 那一開始股價的反應是什麼 是跌的 就像今天一樣 但是呢 要不了多久 也許一個禮拜後 慢一點也許一個月過後 那些股票呢 其實最終都是收復起跌點 並且持續往上漲 創下新高 你冷靜想一想 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通常利空 在第一時間出來的時候 就像是高高舉起了一技重拳 但是呢 這個拳頭 最後它還是會 減緩力道而弱下 因為美國明年要總統大選 政治跟經濟 本來就是不可完全分割 到哪個國家都一樣 那你想想看 那大選前一年 美國股市通常也容易上漲 這表示呢 政策 政府的心態是偏多的 那一方面呢 它要做給美國人民 美國企業 乃至於全世界看 它如何來壓制 中國的科技發展 但同時它又不想要 變成欺商權 內商了自己的產業跟經濟 對於輝達這些大公司來說 其實他們的營收獲利 的確佔了美國 GDP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這個動作 它不是真的要把揮達打垮 揮達誰的公司 美國的公司 你真的把它打垮了 美國會得到什麼好處嗎 不會 那我其實這幾天已經談到蠻多 如果你要我再講一次 我還是呢 從結論方面跟各位講 現在高階AI晶片 A100 H100 A800 H800 那不管怎麼樣 這些呢 其實你只要少了中國市場之後 就會有其他的市場地補上來 所以我認為呢 大家不用太過於呢 把焦點放在於美國的這些 張牙五爪的動作 那其實你看 他已經做出了公開回應 那我仔仔細細的 把他的回應講給各位聽 他說呢 鑒於全球對我們產品的需求 預計這個新的規範 短期內不會對公司的財務業績 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所謂的全球對我們產品的需求 就是威良老師剛剛所講的 中國所掃掉的這一塊肉 這個缺口 很快的會由其他市場補上來 好 那再者呢 各位看 黃仁勳今天呢 出席了鴻海科技日 跟旁邊的劉洋偉呢 有說有笑 那當然前幾天呢 媒體還報導了 他去呢夜市 吃小吃 還有呢 這個吃穿菜等等 我要講的重點是 各位這樣一個邏輯思考 如果今天美國的AI禁令 對於揮答 是一個重大的威脅或打擊 請問黃仁勳還有心情在台灣這裡 談笑風聲 還有閒情意志 跑去吃豆花 參加鴻海的活動嗎 這是我們在職場這麼多年的 一個common sense 你如果公司發生一個 重大的突發事件 意外事件 老闆或執行長總經理 一階主管一定是第一時間 不論你人在何處 一定是緊急以這個事件優先 回去公司作證管理 所以包括他所有的員工股東 更不要說一階高級主管 還有董事會 他們如果能夠允許黃仁勳在這裡 談笑風聲 這表示什麼 這個所謂我們台灣股民心中 放大的危機 在揮答的眼裡看來 他知道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是因為這個事件 導致AI股的下跌 你其實真的不需要過度悲觀 甚至殺低 另外郭敏奇也提到 在這個新禁令之下 其實Intel才是最大的輸家 揮答的內部已經在擬定措施了 所以大概跟威陽老師 剛剛所提的意思 大方向是差不多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股價的部分會說話 在利空測試之後 美超微的股價昨天從下跌 變成翻紅 中場上漲2% 揮答本身 雖然中場還是下跌3% 但它是從盤中大跌超過7% 然後逐步的收斂 以K線來說 開低之後跌幅收斂 形成紅K 這個都代表 其實下檔是有撐的 所以今天的反應 真的是有一點過大過度了 我反而比較要提醒各位的重點 是在於 關於高股息ETF的調整 我覺得這個比禁令的影響力 會更大一些 00878 0056 分別在11月跟12月 都要做成分股調整 這兩檔的規模都是非常大 超過了2000億元 所以他們的成分股 當規模一旦持續成長的時候 當然就是買買買買不停 對股價形成助長的威力 反之一旦規模縮水 或者是它的成分股 要進行貸換的時候 可能就會對股票造成相當大的賣壓 那這兩檔ETF 其實你要仔細分辨 他們的選股邏輯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講 11月要換股票的00878 它怎麼選股呢 注意 它主要是根據 過去三年平均年化的股息殖利率 這個因子佔0.75% 所以絕大部分是看這個部分 另外還有0.25%的比重 是來自於近12個月的股息殖利率 所以我把它再講簡單一點 00878主要參考的是 過去三年的殖利率 所以有一些漲多的 所謂AI相關的個股 他們不一定在這一次11月 一定會被踢出去 因為一方面股價的拉回之後 也讓殖利率隨之攀高 二來因為00878的邏輯 主要是根據過去三年的 年化殖利率 那12月的0056 這個就比較危險一些 因為它主要的選股邏輯是 預測未來一年的高殖利率 那明年的高殖利率 當然就跟現在的股價 以及今年的獲利有關 這個以後我們花時間再來談 但無論如何 現在AI相關的股票 跌不休是一個事實 那你該怎麼自救 首先我還是要強調一個重點 爛的AI股 二線的AI股 假的AI股 不要再戀戰了 那些跌有份 將來反彈回升 是沒有什麼機會的 第二個來講 如果你抱的是廣達 你抱的是技嘉 你抱的是秦城 齊鴻 雙鴻 台光電 台藥 這些一線的真AI股 那我告訴各位 那接下來的叮嚀很重要 你要看看你現在 手中的資金比重比較多 還是AI的持股比較重 如果你的所有各檔的AI股票 加起來的比重 超過你的現金 那我還是要請你做減碼 雖然可能很痛苦 但我還是要請你去做減碼 那買股票以後千萬記得 不要同一個產業 同一個族群 讓自己好像吃到飽 吃全餐一樣 每一檔都買 不能夠這樣子 你一定要分配好資金 那為什麼要減碼呢 因為我剛才講了 未來11月12月陸續都有了 一些ETF調整的充碼壓力 除此之外 我認為盤面已經不再是 以AI為唯一的重點 所以唯有以股換股 降低AI的過高風險 然後把資金抽離出來 去做盤面其他的強勢股 你才能夠讓自己 達到更好的資金效率 進而翻身 那這個部分當然 你自己一個人來看盤操作 可能會有一些困擾或困難 那沒有關係 你都可以利用 待會廣告的時間加入LINE 再來視訊做詢問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創意今天做拉回 資源也做拉回 那因為連續兩天 我都跟各位提到 這個IP當中裡面 其實他們本來都是 是比較不屬於有高值率為後盾的公司 那也因為這樣子 他們也跟這一波ETF的調整 沒有什麼關係 那純粹就是受到整個盤面消息 跟族群壓回的影響 那我的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那再來呢 今天因為系統是 開始進入到五分鐘的分盤處置 第一天 所以今天的跌幅比較大一點 那畢竟呢 你往前一看 這個已經連續拉了五根長紅棒了 短時間連續噴出 自然會有修正拉回的風險 那尤其是分盤處置 剛好呢 就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回檔的理由 那我們今天 反而是利用了系統回測低點的時候 去帶新會員做了一點 基本持股的買進動作 那這個就表示 魏彥老師對於系統在中線上面 在波段上面的看法想法 都沒有改變 所以呢 不但我們今天呢 讓新會員趁機逢低 做了一點基本持股的卡位 接下來當然是還要買更多 但是我們不會一次買完 所以換句話說呢 當我們準備要做第二批 第三批布局的時候 就是各位空手的朋友 你最好的機會 務必要把握 不要呢 漲的時候才想追 跌的時候呢 就又讓機會 從你的手邊就這樣子溜過了 好 那系統呢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看好 這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呢 必須要跟各位強調 你要真正站在一個制高點 站在整個聯電集團的 人事佈局 策略佈局 你才能夠呢 看得通這一場 有長線倍數翻揚的大格局 而不是只是在留意 關於呢 它的卷資比 或關於呢 它過去幾個月的營收財報 這個都不是呢 現階段的重點 那目前當然盤勢呢 比較正當一點 如果你想要知道 怎麼樣可以操作 這個進一步的 反敗為勝的話 那待會呢 您可以直接來電詢問 或者是呢 加入LINE之後 私訊詢問 小老鼠STOCK888 選前衝刺班 帶您一路衝到農曆年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 廣告回到我們繼續請 威朗老師幫大家 來進一步分析 歡迎回到股市權威 再把時間交給威朗老師 好 系統呢 連漲五天之後呢 今天壓回 這個壓回呢 其實不要擔心 不要害怕 為什麼不害怕呢 因為我們在看的呢 不是呢 一個交易日 或者是一個星期 它的股價變化 我們在看的是呢 為什麼系統 從今年八月份 它要宣布呢 換董事長 由聯電董事長 洪家聰來兼任 關於這個戰略 它背後一定呢 有中長期的策略規劃 好 但是呢 當一檔股票大漲的時候 市場上呢 總是會有不絕餘餓的聲音 告訴各位 你不要去追 你不要去買 那現在呢 有其他的低位階的補漲股 是更好的機會 我想喔 這個現象 我之前在節目當中聊過 我把它稱之為叫做 定影現象 那你要把它套在系統也可以 也許這個就叫做 系統現象 那事實上呢 在股票市場裡面 落後補漲的故事 永遠都不會消失 它很美好 因為呢 人就是喜歡呢 感覺買到便宜貨 那相對漲幅比較少的 在低檔的 就會比較安心 覺得減到便宜貨 減到保 但是呢 落後補漲的故事 其實也很危險 我舉個例子來看看 當前一段時間 定影投控 不斷的漲不停的時候 我們就跟各位說過 同一段時間 與其去做滑幅 我會選擇定影 滑幅我會是用區間的策略 那另外呢 市場上很多人就說 同樣是車用PCB 與其你去追電影投控 不如去買進棚 結果呢 進棚真的有幫你賺到錢嗎 反倒是電影投控 是能夠呢 持續的創新天價 那更慘的呢 有些人呢 去買進價格更平易近人的 2402技嘉 結果你看 因為股價低 大戶最喜歡炒這種股票 拐散戶進來 散戶一追之後 出完貨 人去樓空 股價完全跌回起帳點 假如你有同樣一套資金 在8月底 你要去買一家 還是去買電影投控 你要知道 那個時候電影投控 只有五字投耶 好 這個是呢 前一段時間 我們所看到的範例 那進一步來講 其實我說 落後補漲的故事 永遠不會消失 講到呢 光通訊 CPU 很多人呢 會告訴你 如果你前面都沒有跟到標股 那你去買呢 落後的3234光環 價格又低 散戶愛不愛 愛死了 結果呢 主力呢 鎖籌碼 拉高幾天 放消息 拉高出貨完 股價呢 跌回起帳點 好 那呢 有些人說 AI的股票 都好高價 那所以呢 有人就跟你說 那你去呢 買低價的AI 像機殼的 3325續品 結果呢 有沒有標 有 很會標 但也很會殺 這不叫洗盤 這叫出貨 主力 早就已經呢 吃乾媽淨了 好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當系統被關緊閉的時候 市場上 市場上就會開始想像 聯家軍 聯電集團 還有誰會接班 但我必須說 也許短線他們 都有 輪動的機會 但 我就只問你 除了聯電 資源跟系統 聯家軍 有誰是洪家聰 兼任董事長的 沒有 所以他們跟系統的條件 主客觀都完全不一樣 當聯發科大漲 似乎呢 要來挑戰千元的時候 市場上也會又開始流行 聯發科集團 而且呢 高價的都不會去講 大家都是琢磨在低價的 價格越低 越能引誘散戶 但是呢 到最後結果如何 這我就不多說 那我不反對各位呢 去佈局去跟風 操作一些聯電 或聯發科集團的低價股 落後補償股 但你千萬要切記 進場 出場 速度一定要快 一定要果決 否則到最後呢 可能又是呢 造成自己的二度傷害 三度傷害 畢竟資金有限的狀況之下 其實但無虛發 那如果你要跟著我們 去佈局呢 真正的標股 那魏陽老師呢 目前正在密切注意 繼系統之後 我的下一個寶貝股 要退出了 那當然呢 這兩天剛好盤勢比較動盪 那有動盪那才好 畢竟呢 還沒有上車的我們 就是希望它能夠跌下來嘛 不是嗎 所以目前的行情 我認為呢 大致上呢 第四季多頭的方向不變 但指數空間是有限 那麼 藉由利空消息出爐爐的時候 小跌小買 大跌大買 繼系統之後 下一檔標股 歡迎大家 跟上我們的腳步 選錢衝刺般 帶你一路 衝到呢 農曆年後 祝大家操作順心 明天見 最好賺也是最應該大賺的一季 股市權威特別為你推出 選錢衝刺般 就是要讓你抱住 政策加持的他 還有第四季會狂飆的他 一號候選人 市金剛 股價領先大漲創下歷史新高 二號候選人 金剛 投信鎖馬加持之後 快馬加鞭趕上 接下來還有 三號 四號 五號 更多更多的候選人 更多更多檔的標股 讓我帶你卡位 一波又一波的標股行情 搭配 333 獲利翻倍策略 讓你遺物斷到年底 操作不停點來 立即加入LINE官方帳號 ATSTOCK88 小老鼠STOCK88 或立即來電2581-9090